各位观众 掌声欢迎 龙闻蜜 隆重登场 你好 欢迎收看隆重登场 2月14日情人节那一天呢 飞机被女神噶地搭就放闪 完全跟夜店喷钱搁在一起了 而且还很甜蜜地喊对风 亲爱的爸爸 害我以为那一天哦 是父亲节 不是情人节店 我承认啊 我是一个酸民温 谁叫我被拍的是一身狗粮 不是被喷钱吗 我的朋友们都在劝我说 冷静点 OK 你看人家飞机被女神 她会被喷钱不是被撒狗粮 就是因为看她的一身穿着打扮 Well OK 你以为我不知道吗 可是穿成这样有什么紧急事故的话 很危险的嘞 尤其在马来西亚 你看女神穿T恤短裤出门遇到被打抢或是车祸 要去紧急报案的话 很可能被当成苍蝇 一样被抢出去的哈 然后哦 女神在家里穿T恤短裤 突然间急诊比如说你呕吐啦 肚子痛啦 还是什么痙瘩啦 要送去医院啦 也有可能哦 会被赶回家 叫你去换个衣服回来再挂号的 如果你还能活生生地回去的话啦 就算是60多岁的大姐 她穿了一个长到小腿的那个长裙哦 还是被罗佛的巴西亚古当市政庭保安哦 拦住她 不给她进去哦 讲哦 那个裙子要长到什么程度 长到地下脱地那种才可以去哦 哈喽 穿婚纱妹脱地 去市政庭保嘞 就算是行动导文东的YB Safura穿成这个样子哈 也被那些顶从上脑的人去医营留言哦 所以哦 你说当女人的我们容易吗 现在你们明白咯 为什么我们女人 永远有买不完的衣服跟鞋子了咯 就是为了应付这些有的没的 奇奇怪怪的穿着要求吗 季女生穿短裤被拒绝进入警局保安事件后 最近又有网民投诉 有女生因为生理疼痛 需要他人搀扶 前往金宝医院求医时 因为身穿短裤而被禁止进入 还被要求回家换医 卫生总监诺西山就表示 在医疗场所 当病人前来求医时 衣着打扮是最低考量 卫长扎里哈也表示 每位病人应该获得优先治疗 不分种族或穿着 那目前涉案的值班人员 已经获得院方警告不得重办 另外 雪州市赖样医院有一名精神病患 似乎等到不耐烦 持刀随机刺诊 一名后诊的骨痛热症男子 无辜 遭刺三刀 血剑急诊室 诺西山就透露 该精神病患是由警方带去医院的 卫生部会重新检讨SOP 以保障其他患者的安全 喂 你知道哦 精神病患跟普通人最大的分别在哪里吗 他们敢做普通人不敢做的事情咯 如果你有去过政府部门办事 等上老半天 不知道自己在懂什么 等到最后 还因为一个小小的问题 被拒绝处理的话 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 又或者哦 刚才讲到那两个穿短裤去警局报案 根据医院挂急诊的女士族 也一定能够深刻体会得到的 啦 不要冲动啊 我不是叫你去做伤害人的事情啊 那要负上很大的责任的哦 神经病才会这么做的嘛 很多时候哦 碍于身份还有处境的这个关系哦 就算是知道你讲的东西未必是错 有些事情还是不能公开说的哦 要不然 你就会变成 达马沙米那样了 变得另外不是人啊 他在念指数贴文 要求首相安华改革公务员体系 说公务员体系呢 已经僵化了 由物易呢 单一族群垄断了 是时候呢 要进行改革了 结果呢 就被众人围剿了 来自行动党的兵州第二副首长 达马沙米 助勤首相安华改革公务员体系 打破物易垄断的现况 引起渲染大波 新朋友党对拉马沙米一轮跑轰 诚信党乌鲁冷略国会议员 沙尼就批评拉马沙米 一再挑起事端 应该被开除副首长的职位 宾州公庆团也要拉马沙米下台 巫统主席扎西就说 拉马沙米就是爱惹麻烦 让火箭去教训他 至于首相安华的表明 这只是拉马沙米的个人看法 与行动党无关 现阶段政府没有必要探讨 拉马沙米的论调 但也不能阻止任何人 发表意见跟看法 拉马沙米自己呢 也有出来灭火的 就是把责任呢 归咎在媒体扭去了他的言论咯 其实拉马沙米的确是有在贴文里面提到公务员 大多数都是无益 那你讲到改革吗 这还不是冲着占大多数的无益公务员来吗 难怪盟友们都那么的紧张 连首相安华 即使获得最多印语选民支持 他还是要呼唇大军的说 政府没有意思要去改革公务员体制 那开宁泰的马来学者们 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UCSI建筑系讲师 达出品拉斯蒂教授 他是直接批评拉马沙米 是一个有有无谋的政治人物 在一个那么脆弱的政府联盟当中 批评自己的政治伙伴 为什么这么老练的这个政治人物 可以用这么奇妙的抛红方式 来提出跟种族啊 或是宗教啊相关的这些问题呢 没有策略哦 没有外交手段哦 也没有估计到他人的感受咯 也没有估计到他人的感受咯 而另外一位资深媒体人 Mosin Abdullah呢 他就承认了 不管是国务员还是政府的雇员当中 大多数都是马来人 那公共服务领域当中呢 费务是很少很少的 据说就是因为先工钱少咯 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不精通博语咯 很难通过面试和考试 就算是顺利过关 即使有资格有能力也很难精神 工钱很少咯 Well Badjadeen Rushdie教授呢 他就讲 经费息比了啦 1987年 他当讲师的时候 我那个薪水只有1600令吉 现在 公立大学的讲师 他说有7000令吉了 私立大学啊 可能都没有这么高的工钱啦 这都还没有算那些 很不错的那些养老金啊 还有购房的优惠津贴啊等等咯 重点是哈 Mosim Abdullah点出了这个 由马来人主导的公共服务领域 不管是谁做政府都好啦 都要好好的照顾他们 如果公务员受到伤害 就等于伤害了 全体的马来人 所以呀 就算是铁饭碗不会被裁员也好 国盟在做政府的时候 还是在新冠疫情期间 拨款11令吉元租金呢 给公务员的 Mosim Abdullah是认为呢 负担国中的这些公务员体制 是必须要改革的 可以做到没有 可以 不过 很难咯 Rama Sami有讲错话吗 有 也没有咯 他用Kajuddin Rushdie教授的说法咯 马来人是不能接受 西方式的直接批评的 这样我咯 就想要批评教授的这个 批评咯 因为咯 不只是马来人啦 华人也是一样啦 不能够接受直接批评的 一个咯 就自称 有六万年的古老基因 另外一个 就每天把五千年文明 挂在嘴边 沾沾之喜 Anyway 教授想要说的是 马来人不能接受直接批评 所以他们才会发明的那种嘲讽啊 或者是说反话的方式 很多人咯 会讲马来语 但是咯 不懂得马来礼仪 阿达 所以咯 我们的种族关系 还有那个信任程度到今天 还是像七十年前那样 没有变过 那这一段呢 讲到就比较长啦 又没有什么太多的搞笑 因为就是很想要让那些充满民族有约感的人 自己好好想想吧 种族论调不只充斥政坛 最近体谈也传出许多的话题 早前有国家女子勾球运动员哈尼斯 在网上发表种族言论被禁赛 那最近 前国家羽球选手黄广义也在抖音发布视频 批评与总管理层都是污翼 才导致球队表现轻慌不接 那这番话引起亲体部长杨巧梢 羽球一哥李宗伟和前男双名将陈文宏等等 出面斥责黄广义 为了出名发表种族言论 大马羽总更表示 希望中国羽协能够对付目前居住在中国的黄广义 永远都不要聘请这种种族主义者担任教练 羽总要中国羽协对付黄广义 因为他说华人比马来人更懂得管理国家羽球队 会更优秀 我怕是更多中国人抢着请他当教练 民族优越感你懂得 羽总要报复的最好方法 还是要培养更多出色的国家选手 在球场上把中国选手打爬 从哪里跌倒就要从哪里站起来 你看安华 他上台之后 慕尤丁和前朝的部长们都很不得空了 慕尤丁甚至在国会里面 就批评团集的政府 一上任不了 就一直在政治破坏反对党 拼命地去找出前朝政府的国错 他提醒安华 团结州府是均心不稳的哦 安华迟早也会不怕后尘 接下来六场周旋呢 他就认为国盟还是会获得人民的强大支持的 那给反摊会顶上了 这个国盟尤其土团党的领袖周旋的时候 会不会被官司缠身呢 就很难讲啦 然后那个阿兹明哦 又宣布暂时隐退侦探了吗 还有啊 最近涉及那个潘多拉文件的领袖 也一一被反摊会呢 请去问话了 包括一名84岁的前部长 因为据说哦 他跟他的家族都拥有不寻常的财富 物头宣传主任一三扎六就说呢 这一名涉及了大马史上 也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种盗贼统治的 这个案件的前财州部长哦 就是跟敦马关系匪浅的敦达伊娜 首相署法律及体制改革部长阿扎利娜呢 他也透露 潘多拉文件调查呢 还在进行当中的 同时他们也需要了收集来自国外的一些情报 目前除了反摊会之外 国家银行啊 内陆税收局啊 还有大马皇家警察 都在参与这个调查行动的 这一场谈多拉好戏应该会陆续有来咯 首相安华打击刀贼统治的手段会有成效吗 然后被反弹会顶上的那个前首相 和慕尤丁还有前财州部长敦达伊娜 他们会悲空有罪吗 我们不如来问一下最近红遍全球的这个AI ChadGPT 看大家回答 这取决于安华采取的具体手段 如果安华采取的是合理有效的手段 比如加强反倒贼统治的执法力度 建立健全反倒贼统治的法 律制度 健全社会治安管理体制 强化社会预防和惩治机制等 那么这些手段会发挥一定的作用 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反摊会调查的结果 如果调查出有充分的证据 表明慕尤丁和敦达应有罪 那么他们很可能会被提控有罪 我老管强刀 我觉得所有的政治人 尤其是多部长啊州首长啊那种 一定要有这个ChadGPT咯 尤其是Rama Samiki 以后讲话 我是要PO任何文章之前去问一问他啦 AI的话打出来 肯定就是很安全的啦 继续节目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不是AI的话 请顺手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出去 还有就是可以留言哦